各位好,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半貼夾片延長製作的方式 首先呢,我們要先選擇大小適中的夾片 而且一定要大過我們指甲兩側的弧度哦 在選擇夾片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選擇有凹槽處的夾片 這樣子來製作的話,才能夠相當的服貼哦 首先呢,我們要用消毒水先清潔紙面之後 選擇PH平衡劑,那是一道動作相當的重要 等揮發完畢了之後,將我們的夾片取出 然後使用我們的接甲膠 但是接甲膠的部分,記得它絕對不是三秒膠 不能拿坊間的三秒膠 因為這個接甲膠是屬於冷膠的部分 所以比較不會傷指甲 那我們要怎麼塗抹呢? 請看上面示範的影片 像這樣子的塗抹上去了之後呢 我們要稍微的等待一下 但是甲片膠你一定要全面的塗抹到兩側都有 然後,甲片膠等待了15秒左右 我們現在呢,要將甲片黏在指甲上 是由指緣游下往上按壓的方式 但是,只能夠輕輕的擺放 不可以用力的壓下去喔 然後這樣子要等待 等待大概15秒左右 讓它有點乾燥了 然後呢,我們要按壓兩側 你一定要讓膠跟指甲這邊結合的地方呢 是完全密合 不可以有空氣跑進去 所以才需要用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相當的重要 我們再看一次 刺甲片膠 然後呢,塗抹的方式是這樣子 量不要太多 但是你一定要均勻全面的有塗抹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等待一下 大概10至15秒左右 等到甲片膠能夠一點點微微的乾燥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由指緣邊 由下往上擺放的方式 由下往上擺放的方式 正面看 來,我們再看一次 等待,開始心中莫屬秒數 15秒至20秒 然後呢 我們才能夠放手 再按壓我們的左右兩側 現在莫屬大概也差不多20秒鐘了 我們現在要按壓兩側的部分 這樣子它就可以完全的密合 然後再接合處是沒有空氣跑進去的哦 它的狀況 會是從側邊看是這樣的弧度 好,現在來看我們的側弧度 還有就是我們的兩側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那樣擺放呢 因為這樣子下面才不會裸空 會密合之外 還有左右兩側 你的甲片一定要選過 大過於我們的指甲面的 這樣子兩側才不會有凹槽 如果我們擺放的方式 不是像歐老師示範的這樣 有可能下面會裸空 好,等待乾燥了之後 我們要拿起我們的剪刀或者是一字剪 將我們的長度剪掉 選擇我們自己喜愛的長度 這個時候指甲膠已經完全乾燥了 像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長度的選擇呢 盡量不要太長 一般來說就是我們的紙面的 二分之一是最長的長度了 那現在呢 歐老師是用磨甲肌 來去將我們的紙面跟紙 紙面跟我們的甲片 這個接合處呢 拋其順暢 像這樣子來拋模我們的指甲面 從側邊弧度 你可以稍微看到 因為它本來是不是有一個厚度 有一個坎 那這樣看起來不夠自然 所以我們要將這個接合處處理順暢 那用磨甲肌或者是磨棒都可以 但是因為磨甲肌比較快 所以在示範當中 我選擇使用磨甲肌的方法 記住兩側也要拋模到 像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有看到嗎 那兩側為什麼要大過 因為這樣才會有磨的空間 所以現在我拿起180係數的磨棒 做拋模的動作 那磨棒拋模呢 都是盡量由甲片往指甲方向去拋模 這樣子的拋模才不會傷到我們的真指甲 然後再來就是拋模兩側多出來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來磨兩側 那為什麼要選擇大過甲片 這樣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這樣子旁邊才不會有缺口 那你這樣子才會有拋模的空間 將我們多餘出來的把它拋模掉 然後抹出自己喜愛的形狀 那在拋模的時候要注意喔 我們呢是兩側的部分呢 是要往上拋模 有像這樣子的動作 尤其是它往上或者是往下 這幾個動作是相當重要 不要拉扯到我們的甲片 讓我們的甲片呢 如果沒有黏貼好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掉下來 所以在這個拋模的動作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另外呢長度跟寬度還有形狀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選擇把它磨出來 有些人喜歡圓形 那你現在就可以磨圓形 但是今天歐老師示範的是方圓形的樣式 因為這位妹妹她比較喜歡方圓形的形狀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磨出方圓形的指甲 那像一般針指甲不能來回拋 但是因為它前端是塑膠片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來回來回的方式去做處理 這個不用擔心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心狀定制上來 我們的厚度也要稍微的整理 之後呢我們要選擇用指甲刷的方式去做一個清潔 而不是用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上面就不會殘餘油垢了 所以記得一定要準備一個指甲刷哦 好 那我們長度寬度外型都已經確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220-240系數的磨棒 將腹甲下皮的塑膠屑 還有毛邊呢稍微清潔乾淨 記得一定要清潔乾淨 然後不要有毛邊也不要有屑屑 這樣子等一下就不會影響到我們要上膠的狀態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兩側邊邊 因為我選的甲片是比較大的 所以兩邊是沒有缺口的 這個其實相當的重要這個步驟 那我們就要進行做消毒 用75%的酒心先消毒過後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要再次的使用紙面防潮清潔劑 剛剛前面有講這個動作是相當重要 為什麼如果你沒有確定的將它的指甲面呢 做清潔的一個動作 那基本上也很有可能它會發霉哦 所以我們防潮固定劑弄上去了以後 記得要等待它乾燥 乾燥後我們接下來就要用 feel so good的乳色 這個呢是二合一膠 它可以當作是底膠 也可以當作是建構 它可以讓指甲呢 做出完美的拋物線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刷式的 那我們在塗抹當下 你要記得在刷頭放下去的時候 不可以太重的去壓刷毛 而且呢一定要有一些量 像歐老師剛剛示範的 先放一些量在指甲上面 然後再輕輕的把它給刷勻即可 所以它的量的控制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態呢 就是全面塗抹上去 它會有一個淡淡的乳色狀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的明顯 而且它會看起來相當的自然 如果你在刷的上面的時候呢 會有刷的痕跡的話 我建議你稍微等待一下 讓它平滑了之後 我們再去照燈30秒鐘 那這一次呢 歐老師選擇的上層 也是乳白色的 這個是乳色上層 那Feel So Good它比較濃稠 所以在使用的當下 你必須用旋轉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層的部分 它是稍微透一點的乳白色 在歐洲的國家 歐系的國家 其實是很喜歡這樣子的一個色彩的 它塗抹的方式跟我們擦指甲油差不多 只要記得不要溢到我們的兩側 還有我們的紙圓邊 然後要有全面塗抹到喔 像這樣輕輕細細 把我們的刷毛比較壓平的方式去刷它 然後讓它全部都有一個上層的乳色上層 然後確認沒有溢到旁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照燈啦 照燈的時間是30秒鐘 大家看 如果我是用乳色的Feel So Good 就是底膠加上建構增厚 上層也是用乳色的 它呈現的顏色狀態是這樣子的一個優雅 優雅的感覺 比較接近歐洲人喜愛的色彩 那這個比較適合的皮膚 是有點比較白的 讓我們再測試其他的顏色 剛剛我不是做了另外一邊的半貼甲嗎 一樣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先把長度給剪掉了之後 我們先用磨棒 180系數的磨棒喔 先磨出長度 然後寬度以及外表外型的部分 記得在泡沫出外表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使用我們的磨甲機 將我們接合處就是甲片 以及甲的接合處的位置 稍微的處理一下 讓它順暢 那等一下呢 我們在上建構增厚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服貼 而且不會有撐刺不齊 或有凹粗的凹洞等等的 像這樣子稍微的處理一下 看是不是完全看不出來凹槽了 那我們再用180系數的磨棒 將紙圓邊接合處的地方 然後呢稍微再拋順暢一些 還有當然也是要有粗糙面 但是不可以太用力喔 因為這已經有接近真指甲了 所以力道的控制要特別的注意 那兩側呢都是往上 就是往指甲中心位置去做拋模 這個時候我們確認了長度寬度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 用海綿泡 將腹甲下皮屑屑整理乾淨了 一樣的要記得不可以用手去摸喔 一定要用指甲刷 我們用指甲刷呢稍微的清潔過後 然後呢要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空氣跑漏進去 或者是我接合處 有沒有很漂亮順暢 長度各方面有沒有定位啦 這些都已經確認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使用海綿 我們的海綿泡 然後呢稍微的 將我們腹甲的屑屑清潔乾淨 這個時候不可以太用力的震盪 然後再用指甲刷刷過之後 我們一樣用75%的酒精 稍微的清潔消毒紙面 等待它乾燥了之後 再來是什麼步驟呢 大家還記得嗎 沒有錯 就是防潮固定劑 大家預習一下它是幹嘛的呢 對它就是預防濾黴菌的感染 還有就是平衡我們指甲的PH值 完畢之後一定要等待它乾燥喔 等待乾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動作 那這一次還是一樣 是我們的底膠加上了建構的 Feel So Good 一樣是使用綠色的部分 那請再看一下我的動作 往中間畫圓 然後呢二分之一先往下刷 如果你塗抹的力道是比較重的 你的量就比較少一點先 那我們也可以分成兩次塗抹 這一次我就示範兩次塗抹的動作 將手指頭往下 然後呢二分之一先往前塗抹之後 再由指緣邊 再分成左側跟右側 塗抹完畢等待一下 然後照燈30秒 第一次它的顏色會是這樣 如果你塗的比較薄 其實看不出來很乳色的部分對吧 我們現在來上第二回合 一樣就是直接從中間二分之一 從中間二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呢往前塗抹 所以認真就是她說她自己 之後再指緣 指緣的左邊 指緣的右邊 記得我們的手要往下 免得液到兩側都是喔 像這樣子的一個動作狀態 那你可以慢慢塗刷沒有關係 它不會乾掉 它照燈了才會乾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整理它 只要不要液到兩側就好了 這個其實自己在家也很容易做耶 如果你的指甲斷掉了一隻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相當的便利 有沒有我們現在這樣等待 有看到光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就變得很浮平了 確認它平滑了之後 也沒有液到兩側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照燈了 照燈30秒出來以後 這是我們第二回 剛剛我們用的是乳色的上層 這次我要用的是杏仁色 杏桃色的上層 哇這個顏色看起來更接近我們的指肉了 那這個顏色擦上去 剛好平衡了剛剛的乳色 這會顯得比較紅潤一些 亞洲人的皮膚會有點 稍顯紅的皮膚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使用這一款 它比較顯示出來的感覺 是比較健康的 然後呢也看不出來 因為我底下是用乳色的 所以現在用這個杏仁色的時候 剛好平衡 那一罐呢上層是乳色上層 一罐的是杏仁色的上層 這兩個都可以改變我們基本的膚色的感覺 其實杏色的上層 看起來雖然有點粉紅 但是這樣擦起來是健康的 那這個是乳色上層的顏色 看起來相當的優雅 兩個顏色都好漂亮喔 有看到嗎 一個是加了乳色的上層 也就是乳色的feel so good 加乳色的上層 乳色的建構底膠 加乳色的上層 一個是乳色的建構底膠 加杏仁色 杏桃色的上層 如果是你 你會喜歡哪一種呢 兩種都好美喔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就是半貼獎片上層 謝謝大家